晚上好 马上来看今晚有哪些焦点新闻 瓜登LFS信任落实男女分开做措施 非穆斯林也得遵守 五大电视公司因为服务质量不达标 而被MCMC开出了百万罚单 中国羽毛球名将领单 今天宣布退役 四大天王时代正式入幕 更多国内外新闻想请 请收看7月4号的百格大事迹 晚上好 我是嘉炫 新闻一开始一样先来跟进 大马冠病疫情的消息 截至今天中午12点 国内新增了10宗确诊病例 累计8658宗 目前活跃病例还有76宗 另外今天也有15人出院 累计全域人数达8461人 占确诊病例总数的97.7% 随着大马疫情豪转 国内各大领域几乎都已经获准复工 不过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 在复原型管期还是要遵守SOP 国防部高级部长 伊斯迈沙比利今天发文告知 警方在昨天逮捕了77名 违反复原期刑管令条例的人士 当中有13人被延长扣留 另外64人则被开除法单 被捕者当中有12人涉及榴莲酒吧和夜店 15人则是参与了有肢体接触的运动 另外50人则是违反了SOP 至于核实云市有肢体接触的运动 伊斯迈沙比利昨天就宣布 青体部将会在下周提成重开更多运动领域的建议 大马信员陆续在7月1号重新开放 但今天重新营业的瓜登LFS信员 在瓜登市政厅的指示下 落实男女奔该做的措施 包括非穆斯林也得乖乖遵守 该信员的经理 阻卖资敌受访时就指出 如果观众要购买家庭座位 必须要出示证件证明彼此的关系 例如穆斯林夫妻需要出示结婚卡 而非穆斯林则口头告知即可 另外指南也指出 穆斯林观众在戏院必须要穿着得体 包括遮盖修体 非穆斯林则必须要穿着整齐 过紧透明或太短的衣着都不合适 换个焦点 英国政府周五公布了一份名单 将70多个国家与地区 列为冠病疫情低风险区 其中包括了马来西亚 新加坡 泰国 澳洲 纽西兰 日本 韩国等等 至于全球疫情最严峻的美国 和疫情爆发地中国 则不在相关名单内 另外英国也宣布 从7月10号开始 取消59个国家的入境隔离规定 为大马不在名单内 对此大马冠病死亡病例 研究委员会主席李国中 今天在推特上 转贴BBC News的新闻报道时 就质问英国当局 是如何做出有关的决定 是否是对我国的数据缺乏信任 无论如何截至目前为止 大马旅客依然是被禁止 入境英国的 换个焦点 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 今天发文告说 基于电讯公司 未能够遵守强制性服务质量标准 因此当局援引1998年 通讯及多媒体法令第105-3条文 向五大电讯公司开出92张罚单 罚款总额高达460万令吉 其中Digi电讯有限公司 接获最多罚单 共31张 罚款总额高达155万令吉 文革补充 截至今年第二季度 所发出的罚单 已经超越了2019年 一整年所发出的罚单数量 以及总额 2019年全年共发出了26张罚单 总罚款额高达96万令吉 最后有体谈消息 两届奥运会羽毛球男单冠军领单 今天通过微博宣布退役 结束20年辉煌的职业生涯 这也意味着 今年10月就将37岁的超级单 无缘第五次出征奥运会 领单是在2000年开始羽谭职业生涯 是羽谭史上 唯一完成两圈全满贯的男单球员 对领单的退役 作为老对手的李宗伟 就在脸书送祝福 他写道 请相信欢笑泪水 所有的约定都是忘不掉的日记 我最伟大的对手领单 三缺一很久了 为你骄傲 如今随着领单宣布退役 由领单 李宗伟 道飞和彼得盖德 携手打造的自大天王时代 彻底落幕 而与谭下一个盛世王朝在哪 就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今天新闻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